激光武器 是现代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首先是由美国进行研究 并且已经有很好的研究成果 我国在激光武器的领域上也是精益求精 紧跟其后 我国在09年已经成功地研制了百兆的激光武器 而且射程已经达到了500公里左右 而且 随着我国的不断研究进步 在2014年的时候 物理研究院所研究出的激光武器 已经能在千米之中烧穿钢板 美国很是惊叹 连弧不可能 近日 激光武器又应用在辽宁号上 那么这下辽宁号的防御系统将会很完善 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的防御装置 我国的激光武器进步得如此之快 势必要提到一位很厉害的女博士侯景 她是我国国防物理专业毕业 她知道未来的发展一定离不开激光武器 激光武器一定会成为佼佼者 所以她在实验室一刻不停地进行研究 终于十几年的不断钻研下 带领我国的激光事业走进了世界 并且还打破了美国的记录 将我国的激光武器至少提前了30年时间 这些科研人员为我国的国防研究 一直默默奉献 不辞辛劳 实在是最可敬的人 我们向这些科研人员致以崇高的谢意 二人 二人 感谢观看